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还是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的 今天大盘涨了259点 在这里算是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今天涨的是 传产是航运 钢铁 电子股 本身并没有什么涨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在电子股身上 传产股 钢铁 航运怎么看 四个字 强弩之末 信不信你就自己后面验证 电子股的格局我们看一下 大盘今天虽然涨259点 可是你看电子股 没什么涨 主要是航运跟钢铁 我们说电子股大家最关心的 电子股的现行目前在这里 这是今年的1月初 2月 3月 4月到现在5月21 你看这条线以上的 就是套牢的 目前来讲买电子股的 如果你没有跑掉 目前很简单 除了这几天 目前一定是形成一个套牢状态 当然非常非常严重 会让很多人受伤 所以如果你把真相看清楚了 在一个格局里面 它肋骨轮动 当传产股在涨 电子股在跌 你看不出来 可是你仔细一看 天哪 怎么跌成这样 从1月到现在买进的 除了这几天 全部都套牢了 这对电子股来讲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卖业 你看这就是它的头子 头嘛 帽子这么大顶 套牢量这么大 你看后面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情形 那后面还有没有更大的考验 当然有 目前有什么问题 有啊 疫情 干旱 现在水库都没水了 还有什么 报纸只有写这样 其实还有停电 对不对 这都会影响到经济 干旱就是什么 就是没有水 那没有水的时候会怎么样 一定会影响到经济的成长 我们很多足科的公司 包括半导体 他们都需要很多水的冲洗 来洗净他们的精源 在制作的过程里面 那一旦缺水 对他们的产能 对他们的这个营运 一定会造成很大影响 那更不要讲临时停电 只要一停电 所有机台上的东西 半成品全部报废 做到一半 停电全部挂掉了 所以我们说停电 停水 干旱 疫情 这对整个国家民生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 昨天我经过这个饶河街 那我们接着往那个夜市一看 夜市平常非常非常热闹 往夜市一看 几乎没有点灯 大部分的瘫痪都休息了 看上去实在是 心里觉得蛮凄凉的 有一种回到30年前的感觉 往下疫情来 大家都在家里嘛 好 所以我们这些都会影响到 后面电子股的这个成长 不然经济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大家想想看 这个后果是什么 影响是什么 昨天我要回家 这个寄行车 叫寄行车 那回到家的车钱是130 那我就拿200块 给这个寄行车司机 给他找 那寄行车司机说 你有没有零钱 就是有没有30块的意思 那摸摸口袋 都说不好意思我没有零钱 他说那100块就好了 30块不要拿了 那我就跟他说不用 你200块都不用找了 那靳赤司机很客气 不行不行 这个怎么给那么多 我说没关系 你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在上班在工作 大家都很辛苦 没有关系 然后他谢谢我 我就下车了 我说你开车小心 所以其实不是这些作业式的贪团而已 餐厅很多也都没有开了 或是生意都非常惨淡 所以你现在影响到各行各业 这伤害是非常大的 好 那我们的水荒会冲击到 刚刚讲会中的主客 会中的台积电 这些重要的电子科技厂商 那大家想想看 刚刚的电子股线型 当然回到今年的起涨点 你想想看很多散户 今年到现在五二一 你想从股市赚一块钱 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电子股急回到今年七张点 想想看 这个行情是真的很漂亮吗 其实没有有 没有 所以伤痕是累累的 来我们看电子股 电子股现行呈现这样 当它在高点的时候 当它创高的时候 这里是创高 你绝对感觉不出来 它有危险的 但詹明早就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 你操作上一定要小心 我想我解盘也不是一天 所有詹明的YouTube 都留着没有删 我从来没有删过YouTube 所以你可以去看 詹明每天跟你讲什么 提醒什么 我绝对没有跟你说 大盘电子股很漂亮 可以买 这个格局很漂亮 没有 因为它格局不对了 所以我们就今天回到这里 上面以上的全部套牢 你就知道说这个现行 这个伤害 套牢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昨天有一个投资人 到公司里面来 他说他买错三档股票 差一点把他一生的努力 全部豁为乌勇 所以说眼泪都掉下来 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开工厂公司的老板 他说这几十年 非常努力的辛苦 跟他的老婆 非常努力的工作 白天努力这样 晚上这样工作 假日有时候没有休息 好不容易累积了几千万 这一波环境下来 几乎配光了 他真的是说他不敢跟他老婆讲 跟他老婆讲 他不晓得他老婆会多伤心 他老婆很节俭 平常水果烂了 他就把它削掉 另外一半再把它吃了 那其实都有霉菌 真不好 他自己给我看说 张老师 我这双鞋 他比他一些 我这双鞋穿二十年了 我到现在也没换过 我平常是很节俭 结果没想到一生的努力 竟然在今年台股 历史新高的时候 几乎把钱都配光了 那我就问他 你到底做了什么股票 就他做了 他跟我说盈威 结果我怎么没提过这档股票 因为说真的 台股现在三千多档 我也不可能每一档 都看得那么熟悉 他跟我说这档股票 原来新挂牌的 他跟我讲一挂牌 就去买了 五百多块 那买完之后 跌到两百二十二 光这档股票 那损失超过五成 那我问他为什么买这档 他说有人跟他讲 这档股票的EPS 非常非常的高 本利比很低 EPS17块以上 去年 今年可以赚加均30块 就是因为 画了一个大饼给他 他去买了 那因为今年有30块的机会 那怎么算 对不对 开玩笑 这股价怎么可能会很寂寞 所以这样一度买下来 解套也不卖 结果就五十几%就不见了 真的是痛不欲生 光这档股票 他说他损失非常的惨重 那为什么这股票不能买 很多人认为说新挂牌的筹码很安定 没有错 很安定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大股东信贷不好 他要倒股票呢 那更糟糕 对不对 所以这样股价一波下来 超过五成 那我们把它切到股成系统 你看那什么格局 刚挂牌到现在 他到底什么格局 什么格局 你自己看 他也不会骗你 他忠实给你传达 这个叫空头格局 当然不是转空 一天转空很久了 所以如果你高档没有卖掉 一下来五成六成 这个损失可能就不是 他所能承担的 所以他发现去买这股票 完全是错误的 换了一个大饼给你 今年去年109年 这个17块 这个今年要赚了30块 那就去买了买了之后 赔了一屁股 赔了超过五成 所以说这边 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是新挂牌就能买 好不好 第二档股票叫金星科 600多块跌到328 这样一跌下来将近五成 你看他会不会伤得非常重 所以他去买这档股公司 说真的我就很压抑 这档股票早就转空了 更奇怪是什么 这档股票这六年来 从来没有赚超过一块钱 股价拉到600多块 你想想看 真的吗 有啊 你自己看 0点几 负的 0点几 0点5 0点9 0点3 这个0点8 这六年来没有赚超过一块钱 他一年是赔钱了 股价拉到600块 他还敢追 说我们真是佩服他 最后他跌了将近五成 他又受重伤了 所以你看两档股票 你看他就快挂了 每档股票都是半条命 打下去就是一半 半条命 所以你想想看 基本面好的跌 基本不好的也跌 赚17块跌 赚这个0点几也跌 他真的快疯了 为什么会这样跌 我们看股价系统 这格局早就不对 你早就该跑了 不是吗 所以没有跑这样 一下来就是五成 你看伤了多重 好 另外一档是什么 就是他跟我讲 叫文帽 大家都熟悉的文帽 文帽其实获利是不错的 你看这几年 15块 10块 7块 9块 6块 这个都不错 非常不错的公司 净值也有80块左右 哇 股价也是跌了四成 到这边 最后他说他疯掉了 因为他基本面好的也跌 基本面不好的也跌 到底要挑什么 他不会挑了 一买到四成五成 疯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 重点是他把钱都 几乎都配光 他说还好 还好这三档股票不是 一档一档接着买 他是几乎是同时在持有 那如果是一档一档一档买 这档赔六成 下一档再赔五成 下一档再赔块五成 那钱都没有了 只能买这三档股票 真的是痛不欲生 欲酷无泪 对不对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跌 如果股价可以用数学算 同时没有会有人赔钱吗 那数学老师都住在地宝 所以你千万不要做股票 把哪一个99块计算机拿出来 在那边按 你以为这样你就会做股票了 那就完蛋了 股市里有讲过 39条有讲过 股价如果可以用数学算 还会有人赔钱吗 数学老师都住在地宝里面 有没有道理 所以千万不要把计算机拿出来 拿出来你就完蛋了 绝对赔到股票无泪 所以基本面好的 不好的跌 好的也跌 天哪 他真的够测评就被打败了 所以最后 他求助股神系统 终于看到正确的答案 这怎么买你告诉我 不是早就转空了吗 他如果今天相信的是张艺明 他不会买这种股票 他是放空这种股票 不是吗 虽然简单 你必须有正确方法 你钱再多来股市 你不会做 你没有正确方法 就是缴学费 钱越多的 赔越多 这是股市的现象 没办法改变 所以想想看 散路平均每次损失 刚刚的都40% 50% 60% 我不要跟你算50% 算三成就好了 那如果一次做错三成 你一年只要做三到四次完 错你就完蛋 你千人做白工了 你的财富回到起漲点 你刚才讲的对不对 但这种错的股票 很多人在买 每次就给你换个大饼 哇 明年一片是50块 明年后是100块 然后你追了 本利比很低 你就追了 追了你就不卖了嘛 这么赚大钱干嘛要卖 最后就是输到脱裤子 这种事情 每年都在股市发生 从来也没有断过 现在有 过去有 以后还是会有 我相信 还是会有很多人受中伤 没办法 好不好 我们看成交子排行榜 好 今天是5月21 成交子排行榜 重量型的股票 包含航运 电子里面 这是半导体吗 好 IC设计 对不对 被动元件 这个面板 这个IC设计 半导体 对不对 好 这个IC设计 代工 所以发现 重量的股票 资金部位最大的股票 大概就这几个族群 半导体 IC设计 PCB 被动元件 这个组装代工 就红海 好 面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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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大 这群创等等 低论 南亚哥等等 这些重量型的股票 到底它的多空如何 就是站在成交子排行榜最前面的 如果他们都不对 那大盘怎么办呢 我们快速看一下 来 今天的消息 大摩灰刀砍半导体的财测了 把联电台积电 这个创意等等 这个财测都砍下来了 当然你今天看到的新闻 你再回想 三个月前 外资通通看好 所有国内法人都看好 但看好就是最高点 现在跌下来看不好 那为什么高档 应该高档看不好 跌下来看好才对 高档看好 跌下来看不好 这是莫名其妙 看好之后你追 跌下来你后悔莫及了 不是吗 好不好 来 虽然很多电子都被挑将 包含面板等等 好 功过于求了 那我们看一下半导体 台积电在这里 三个月前看好 看好就是高点 跌下来 对不对 这格局不对了 我想张宇明跟你讲得很清楚 半导体 台积电连电格局不对 我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不是今天才讲 好 连电也是一样 空头反弹 不能追 曲线没有反弹 追上去就是高点 下来就破地 跌破这边低点 好 创意 台积电的子公司 持股33% 获利创新高 第一个报纸 第二个报纸一样 创意 全面营收创新高 今天花了两个利多 但是创意的股价 IC设计创意 在哪里 你没办法想象的 对不对 那怎么跌到这里 如果这么好 应该在这里才对 那怎么会到这里 已经跌掉41%了 张爱敏有没有跟你讲 创意转空了 有没有讲 有了 那转空多久 我看到空 我不会跟你讲多 不可能 转空这么久了 你去买它 你怎么会赚钱 四四几%不见了 预库无类 最后说没有 你不能买错了 不是光那小型股 散户乱买的 新挂牌的 这些重量型公司 你买错 一样把你伤得很重 你看是不是 你能说它不好吗 台积电子公司 持股33% 怎么会不好 但是股价照跌市场 转空就是不能碰 好不好 来 让我们讲 半导体讲完 爱意设计 刚刚讲的创意 我们再看其他的 来 联发科 爱意设计龙头 对不对 三线转空了 这怎么会对 黎尼勇 三线转空 二十几天了 三线转空 不用怀疑 就三线转空 好 翔硕 就转空四个多月了 高档出现 卖出去 那如果你没跑 你现在绝对后悔 因为跌快四成了 爱普转空了 我已经跟你讲 很多很多次 爱普转空 赵爱敏你之前 不是有买爱普 有啊 我早就卖掉了 十二十八到一月二十八 最后一直出场 七百四十三 从一月二十八到今天 快四个月了 我没有再买爱普 那如果很多人 有本事把一档股票 做到赚四十一拍 一定会继续做嘛 看能不能赚五成 赚六成 可以收更多的会员 赵爱敏你为什么 从一月二十八到今天 二月二十八 三月八 四月八 五月二十八 快要四个月了 今天五二一了 再一个礼拜就四个月了 赵爱敏你为什么 不再做创意 做这个爱普 转空我怎么做 转空我就不做了 现行不佳 我就不做了 创高 股神仙大不佳 这我不会做这里了 这段转空更不用讲 所以你能不能 遵守你的操作几率 很多人做不到的 赵爱敏做得到 所以我的客户 很信赖我 来 我们再看 利基对不对 这转空很久了 所以如果你去买利基 当然一定会受重伤 那请问这种股票 可不可以放空 三线转空了 赵爱敏你做什么 我放空 有啊 这边都有抠讯 放空 懂得意思吗 两个跌停板了 高价股两个跌停板 就快一百了 所以赵爱敏放空 回补 这样赚九十三块 把九十三块 放在口袋里面 一张九万三 当然一般都不会放一张 最低效率十张很合理 九十三万放到口袋了 舒服 你如果口袋放九十三万 一定很舒服很开心的 心情会特别好 对不对 没错了 做一趟而已 九十三块了 好 我如果有一天 做一百块 做到一百块 你信不信 信不信都无所谓了 我现在已经赚九十三了 好了 Kenny做什么 放空 放空 不用怀疑 放空 空几趟 从这边 空两趟 已经赚七十七了 这些钱已经放口袋了 放口袋的钱是最舒服的 口袋层层的 摸起来厚厚的 心情好好的 爽快 本来就这样 为什么赵明要放空他 转空了 转空我就空 我跟他客气什么 这一段 不要空 这不能空 转空了 我就空他 光一小段 七十七 七十七 如果有一天 我赚到一百 你相信吗 你曾经到一百 只是我没有回补 我已经空两趟 赚七十七了 我在这一天再空 空完 涨停板 跌到平板以下 第二天 投资朋友 跌到两百二十二 我就赚一百块了 因为空的价位是 这个二十五 七十七再加二十三 跌到二十五 我就赚一百 有啊 你看到二十二了 当天 隔天 再跌零百 已经到二零九了 已经一百一十块以上了 我没有补 可能我比较贪心一点 过两天涨停板 老师你怎么会被嘎 我很关心你 你不用关心我 你放心 我操作比你老练太多了 一个涨停板就吓到了吗 不会啦 懂意思吗 你空的漂亮 怕什么涨停板 来 所以我们就到今天 我印的时间是两百四十五 没错在这里 那请问他的空头格局 有改变吗 没有 没有我就不会怕 我赢的机会还是非常大 下一次 搞不好就会看到 赚一百块了 好 清好客也是空头格局 三线转空没有任何改变 好不好 半导体 爱设计 讲完了 再讲PCB 讲被动元件 来PCB 国具 库藏股 对不对 国具 三天买进一千多张 好 那我们看到现行 对不对 今天开高走低 三线转空没有任何改变 他已经转空几个月 最少三四个月 你去买它你怎么会赚钱 赵一银你做什么 我放空一次赚23块 两万三 也没有很多 也没有很了不起 但是很多人都很感动 说从来没有做股票 一次可以赚那么多了 有没有 好了 来 华欣科 这也是空头格局 这都是PCB的 这种股票你不要去乱追 懂意思吗 这也是 开美 所以你追这种股票 一定会受伤 好不好 南电 今天反弹 对不起 空头格局没有任何改变 上档压力称重 好不好 法人 法人版的 六星法人版模拟分析一下 空头格局不会改变 这档股票我已经做 一二三四五趟了 光特别会员就赚 七十四块了 如果有一天我南电赚到一百 你也不要太压抑 如果你一档股票可以赚一百块 你放心 你会觉得未来股市人生 非常的美好 Campion会出现一道彩虹 你不会有难过 痛苦 今天电子股跌到五个月低点 你压力很大 不会的 因为多空都看得懂 你会操作 懂意思吗 当然如果你还不会操作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着高速后面 我一个口令 你一个动作 我带你进 带你出场 就最安稳了 好不好 南电 call信都在这里 你拍照起来慢慢去对 任何造假 所有会员 全额退废 我不会拿假东西上电视 放心 好还有什么 代工 鸿海 面板 第一转来 代工鸿海 转空了 面板转空了 有答 群众都转空了 好 第一转 转空很久了 算把所有的族群看完 我想你答案已经有了 对不对 与强者为伍 与自己同行 迈向你的股市人生 现在 你要做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 把手机拿起来 打开Line 加好朋友 张爱民的QR Code给你赏 赏完之后 加入完 加入是不用钱的 有任何问题 我们随时可以沟通 随时可以联系 我想应该会对你很正面帮助 Line 打开 加好友 准备 扫QR Code 因为只有三秒钟 你动作要快点 Line打开 加好友 来 扫这个QR Code 赏完 加入东森 我的QR Code 我们的粉丝 所以你东森 我这边也留下姓名的地方 就可以 有任何事故问题 一并发上来 时间交给明的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稍后回来继续 请张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涨跌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有投资朋友问说 为什么他买的股票都不会涨 不会涨没有关系 有时候还跌四五成 大盘创新卡股票都不会涨 那都快疯了 来 举例一下 这样我要 一不小心 从一百二十五跌到七十三 这一段已经拉回跌了四十二% 看这边 所以如果你这样买错一次 买错两次 我跟你讲 你对股市完全没有信心 下一次要出手 你就很怕 就算你看对都没有用 你不敢买了 懂意思吗 为什么会这样跌 你要把它搞清楚 下一次你将避免这样的伤害 来 股城系统打开 空头格局 卖出去 只要出现 看懂吗 你这个没有答案 这个有答案 标准答案在这里 你们像这个答案看完之后 好像我们国小的时候 老师的考题都有一个教师用 上面问题 上面都有写答案 所以我如果不会 不知道怎么办 老师下课赶快偷看 老师的教师用 原来这答案是三 你发现教师用的答案在这里 原来如此 你买到空头格局股票 好 精彩 47% 为什么 你如果看到这么多卖出去 那你要敢买 我真的佩服你 看到吗 那你买这种股票怎么会涨 一次只要赔两成到三成 很快你钱就输光了 你对财富 你对未来会没有信心 你钱越少 你压力就越大 脚步就越乱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每个人都渴望赚钱 却又舍不得付出代价 最后就付出更大代价 来 人保 你开高涨停板 打回来平板附近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这样 展不动 你告诉我有翻多吗 原来压力这么大在这里 那如果你看到这么多压力 你怎么追 有没有三千翻多 没有 你追上去也没用 好不好 来 会扬科 对不对 当然不对 会扬KY 第二线第三线都很弱了 动能不足了 当然展不动 这边OK 立台出现三个麦克逊 格局不对了 二三线都跌破 第一线在临走 汉讯三线转空 格局完全不对了 万论 三线转空 敦泰 一大堆麦克逊号 三线转空 宏康 一大堆麦克逊号 三线转空 这格局都不对了 政达 三线转空了 典序 三线转空了 好几个麦克逊号 华裔 华逊 三线转空了 这格局都不对 股市最安全路 永远就是跟赢家同行 没有别的办法 懂意思吗 放空的 从这边 都赚快100了 这是你想要的 可是你没有得到 为什么 因为你跟错人了 懂意思吗 要跟着赢家 你才能够成为真正赢家 现在你要做一个动作 拿起手机 加我的LINE 这个动作很重要 加朋友 加好朋友 扫描就好 我帮我的QR Code给你扫描 手机准备好 因为只有三秒钟 给你扫描 加朋友 以后有任何问题 就是赞尔明回答你 来 加这个LINE 好 赞尬的QR Code加LINE 加完 发个讯息给我 说你是东森粉 这边留下姓名的电话 有任何资格问题 一边发上来 赞尔明会尽速回答你 声音交给明乐 感谢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